有各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深美和流行风格,有的崇尚自然美,有的喜欢畸形美,当一种趋势流行起来时候,整个人甚至会变成一种风俗, 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古人的脚和欧洲人的细腰,其中,日本菜是最开胃的,首先,中国女性的小脚,有一优雅的名字,叫三寸金莲,男人可以一只手握住,小脚的美是一种畸形的美,女人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,小脚的发育需要女性从小就用不把脚裹得紧紧的,随着骨骼的发育,逐渐变成小而尖的肉, 在刚结束的时候,非常痛苦,年轻的女人常常晚上睡不着,在那个时候,那些被包裹起来的女人,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,不裹脚的女人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女人,被别人瞧不起,女人为了男人喜欢而付出这样的代价, 这是时代的悲剧,如果小小的发展需要中国女性来承担足不残疾的代价,那么欧洲纤细的腰部,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欧洲人的腰围在中世纪是一种趋势,它使女性的腰部通过外力使其变薄,与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形成强烈的对比,产生令人震惊的视觉冲击, 一方面,妇女需要极端的饮食,许多人患有营养不良和厌食症,另一方面,女孩们需要穿一堆衣服,这些衣服由钢铁、皮革和木头组成,大约有40磅的设备,女孩们被紧紧地从夜窝挤到臀部,肋骨受压,一些死穿肝脏导致死亡,因为衣服紧贴着腹部,很多女性会有又长又深的伤口,伸入肌肉,甚至死亡。